您为什么在66岁这样一个年纪 绝大多数对于国人来说都已经退休了 抱抱苏苏苏苏在家看看电视 为什么这个年纪您还要折腾说要出国 其实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折腾 因为有个毛病就是车来会走的时候 有噪音 从这过去去了 噪音不大 对 我在国内我是在山东烟台 曾经做过大概17年的有工厂的工作经验 做管理的 学的专业就是工业企业管理 后来就是因为个人的爱好就做广告 做了20年的广告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我们就不说了 然后考虑到退休的生活 等到五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考虑是不是退休以后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考虑就是说做一个人来讲 你像五十五岁以前就是退休以前应该是拼命的赚钱 赚足够的钱就是为晚年安排好生活 那么五十五岁以后甚至五十岁之后应该为退休之后 要有好长一点时间也要做一个很好的安排 那么这种生活应该是 也就是说五十岁以前是事业 五十岁之后应该考虑的是生活 那么这种生活怎么样的生活才是有品质的生活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为每个人他理解的和所要的都不同 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我们所要的生活应该是有兴趣的事情来做 第二个呢就做的事情应该是有意义 第三个又不要少很多的钱 或者能赚点钱更好 因为对于年龄大的人来讲 他的消费并不是特别高了 一些虚荣的东西啊虚无的东西可能都不是特别在意了 那么实实在在的生活又有兴趣又有意义 最好能有钱站 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啊 那么偶然的那个机会呢 就是说我和我的一个合作伙伴 他现在在加州嘛 这一次也和我一起来的 但是呢又去美国又去开会去了 前天走了 所以我们两个就商量去找这种 想要的这个有兴趣又意义又能有钱赚的这个事情啊 那么到2009年10年的时候 那么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就在美国的夏威夷就参加了一个鱼菜共生的一个培训啊 那么然后呢就把这个鱼菜共生这个概念就带到国内就来跟我讲啊 所以说我一听也是这个非常的有兴趣啊 而且呢就是我这个人的特质可能就比较喜欢一些创意性的一些思维 就是有创造性的这方面呢 我就更感兴趣一些 但是那种城市化的重复的东西我可能就不太不太喜欢也就没有兴趣了 所以徐老师您在做广告这个事业的时候 突然王老师给您带来这个新鲜的想法 您就决定OK我我做了很久的这个广告事业我不做了 我要重新开始这个 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对广告的兴趣已经减弱了 我那个时候已经减弱了 因为国内那个有一些这个环境并不是特别好 你很多你要拿单啊请客啊送礼啊 要去要要要去这个这个讲关系啊这些 我就比较烦这些东西 我就我就是不去做这个就刻意不做这个 不做这个对于很多的一些一些那个 你要出局你就是你就没法去等于不公平竞争嘛 我就我就烦了就是那之后就陷入一个怪圈就是没有活的时候就找活啊 找了活就是死就找人就干活干完活以后就在就跟着要钱 你国内那个那个欠的都是也都提也都很这个司空见惯的话 成了这么一种你反而你的主要的精力主要不能放在倡议上面 我就烦了我就想哦应该应该退休了吧啊 在加拿大好像不需要这种送礼啊 没有啊对这个就我我不是刚才说吗都很简单吗 人与人之间都很单纯吗 没有这些利益的纠葛呀缠在这里边啊 互相这些你来骗我我来骗你互相没有这些嘛 那么这就是我喜欢的嘛啊 我就喜欢这个还管年龄大小吧哈哈哈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喜欢嘛 您现在在美国 呃对在美国在在佛罗里达 在那多少年了 没有我在那时间还很短 才几个月其实我我五月份才来过一次这里 哦哦五月份来过一次啊这次又又又过来啊哦嗯 所以说徐老师您这次从国内出来就是专门考察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 对被美被美这就是重点是阿伯的对 对您您现在其实身份还是中国大陆的身份对吧 没有美国和颜 没错因为我现在手里边是呃用的是旅游签证嘛 因为我就美国有个十年前那么加拿大这边也是一个十年的一个一个那个 现在暂时用的还是这个 当然我的移民的要考虑到这个这个事情的落落落脚在哪里啊 如果是这些很顺利就落脚下来 那么能移民到这里是最好的啊 抛开这个事业不说啊 您还有其他的什么因素让您选择加拿大优于美国 因为绝大多数人还是想去美国的 加拿大其实我现在的内心里边这个这个规划是这样 就是说呃未来的这种养老的生活 因为我是带着技术嘛 就是很好的技术啊 而且加拿呃美国那边有很多人建议我去呃 做这种叫特殊什么特殊人才这种移民啊 就是我的我的想法是未来是可能是呃年龄再大一点 就是猴鸟的生活 夏天的时候在阿尔伯塔 这边就很凉快 因为这里海拔我也擦了一千多米 太舒服了 那么冬天的时候可能我就到佛罗里达那边去啊 那么这样就是说就像那个猴鸟一样 那么这个这也是我我我我认为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选择吧 就是这样啊 你这一路是开车从佛罗里达那边开车对我自己一个人开车 生活这是基本的生活技能 我说你开的挺好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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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子很多这个名我我我也看不明白 他是没关系啊 你你锻炼开一开消除了犀利的恐惧可能就好了 这几天我就开着车到处转也没有问题了 这是要去哪以后设定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那个活动半径就比较小 一般出去远的时候就是高铁嘛 飞机的高铁嘛 就近的城市里边根本也不用导航 我几乎从来不用导航 现在开始学着用导航了 一导航在在你们这个这个卡尔加里这些城市 哪里我都能去啊 也得上十一那去 我接着我开着车就去了 也很很很顺利就解决了就是也没有什么 又去学着用拿卡去加油啊 去什么洗衣服啊干嘛的 就说你就学着这种技能吧 这个我觉得这很容易 这没有什么太难 就是克服犀利的那种这个恐惧感就好了 您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 对 我我是这种这个如果是一成不变的生活 一成不变的那个我就烦了 我就必须是另外去要要有变革了 就会是喜欢不断的这种创意创新的 我以前做广告也是这种创意创新 就是特别刺激 就觉得这个这才是价值嘛 您为什么在66岁这样一个年纪 就绝大多数对于国人来说都已经退休了 对吧 抱抱孙孙孙孙就是在家看看电视 为什么这个年纪您还要折腾说要要出国 其实对我说对我来说 这不是什么折腾啊 因为本身这个事情就做的 我们这个是养老的事情 我本身我做这个事就是个年龄大一些 做的更好一些 你想像这个田园这么美好 天园在里边空气也好 这个叫抚养粒子 我们那个大棚里边抚养粒子超高 就是啊 我那一个大棚里边就700多种植物 各种的花卉啊 各种的什么就是会发东西可以看看啊 就是这个这个叫食品的安全也非常好 所有的菜都是自己种的都是有机的啊 你可以免除这种伤害 那么这个时候我这个年龄 我是从54岁开始做的 我做了12年 正好做到做到这个这个年龄 以前也有想法 像18年 也想过这个北美这块 因为我们那个温室一出来就冻了这个念头了 就想找个冷一点地方 那么冷了一点到欧洲不如到这边 因为我这个合作伙伴就在加州嘛 那么他读书的时候也是在波特兰 也是靠近这个加拿大这边 就我们也觉得在一个加拿大这个人 都比较温和一点 就更温和啊 对人的这种包容性就更好的 这个有口结杯的就是啊 据说这里有福利也不错啊 所以说我没有具体的了解这个 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已经这个这个 几雷了12年这个经验就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然后再创造一种猴鸟的生活 那就很简单 就觉得不是一个很还需要折腾 就是对我们来说是兴趣 不是折腾啊 而且这个这种兴趣是玩的越 越嗨越好了 您像我母亲跟你年纪差不多 可能比您稍微小几岁啊 他来到加拿大以后就觉得 这个第一不会语言 第二这个文化呀差异太大 就这种文化的冲击和语言的冲击 让他不是很享受 加拿大或者说北美的生活 您对这个有担心吗 没有 我任何担心没有 嗯 嗯 就因为您语言好还是 我语言不好 我语言又我是 你想我66岁吧 我那个年代正好是文革的时候嘛 就这个这个语言肯定是没有什么 但是我是觉得我更喜欢这种 呃 西方的这种文化 比较自由啊 啊 比较包容啊 啊 这这里边很多这种空间我更喜欢一些啊 而且呢 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 这个特特的来讲 也不是那种整天 呃 逮这个人就和人就唠唠叨叨的这种 更喜欢做这种创意性的这种呢 而且这个对于欧美这边这种呃 对于创新的这种鼓励 这种呃 这种叫什么氛围 我也更喜欢 就是大家的 呃 没事能够做一些创新的事 能琢磨一些 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完美 这个正好是适合我啊 而且这里的生活方式也都比较简单 大家都都都很简单 都逼逼有理的啊 也没有什么讲讲常理加胆 或者是你来拍笔 我来显摆的 都没有 这些大家个个子 我就觉得特别喜欢这 这就是生活的真正的价值的地方啊 嗯 而不是我这一靠和我一些什么是 有的说是年轻的时候靠梦想 年老的是靠回忆 依靠回忆就要找人找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伙伴活下去 我我不是那种啊 嗯 而且更多的时候还喜欢独处 哎 都是做一些思考也挺好的 很多咱频频道的观众哈 都觉得哎呀 我30多岁了 我40多岁了 这个岁数太大了 不能移民了 您66岁都觉得 没觉得我我这个一点没觉得这个年龄 什么 只不可能你加拿大政府会觉得哦 你的年龄大 是不是会 如果假如说申请个移民会 会觉得还有个什么年龄 怎么样 我这个我没有具体的了解就是啊 我一点没觉得 我我觉得我像年轻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那个 嗯 完全是一样的 一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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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别都没有 您来这几天了 呃 25号快10天了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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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号到这里啊 呃 24号到这里 您这次来主要就是 考察一下项目是吧 对对 主要我就为项目的事过来 啊 您这么喜欢西方生活 为什么没在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更早一点 这个移民过来 那个时候没想没想这个这个移民 这个时候因为呃 叫什么这些年这40年就是呃 国内的改革开放 应该是带来 给国人带来很多的希望啊 你去你即便不出来 也会也会觉得哦 这个国家在 越变越好啊 整个的经济越来越开放啊 整个越越好 那个时候你去想 我我为什么我要再换个地方 我要去看 我在中国我做的也是这个叫 如鱼得水 也是很很顺利 我们那个企业 一共不到10个人 也能拿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多少人羡慕 多少人就是那个 对我们来说就是 很多的这种创新的模式啊 包括怎么用人啊 包括怎么这套这套东西 很多创新的模式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那个很强烈的 就是要要要出来的这个那个 最后您选择 或者来加拿大 或者说来美国 只是因为您想过来这个创业吗 或者说做这个退休的生活 还是有什么事情 没有 就是也不算创业 对我来说 我们不喜欢是创业 到六十多岁还创业 你创什么业啊 就是一种生活 我这当然我这种生活 可能和多数人是不同 我这种生活是融入自己的兴趣 爱好自己正好在积累的这方面的经验 那么这是这是我的一种生活 年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是被需要 就是你这个老人 如果被很多的人需要 你就你的价值你就觉得更大 你觉得你这个这个世界 你更那个 如果是很多的退休生活 这个对老年人是一种暗示 就是说他没用了 只是要被人照顾了 或者尤其是国内很多的就是混吃等死 无所事事 那种我觉得是悲惨的人生 你最后那一夜你根本就没翻好 如果是能有这我自己的这种积累 这种经验的积累 这种兴趣的爱好 我的晚年我就觉得会 我在这六十六十一 七十六八十六没问题 这些你会乐此不疲 您来加拿大还有来美国 我知道您可能是来过几次 总体加起来的时间 您觉得大概有多少时间 有一年了 呃呃呃呆的时间 在加拿大在美国 或者说在国外 总体的时间 应该应该超过一年吧 您这一年多的这个 在国外的生活经验 跟您在中国大陆这几十年相比 您觉得国外和中国大陆 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 这个区别很大了就是 你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不同的嘛 你这个国家的制度也不同啊 你这种制度直接就带来 这些人的这种 基本的生活状态是不同的嘛 这个就我刚才说就很简单吧 啊你这个你这个叫什么 你这些公务员就是 你是来服务的吧 啊你你换这个环境都是是反过来的嘛啊 那领导你什么都要看领导的脸色嘛 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同的嘛 是相反的嘛 嗯因为我没有深入到这里边去啊 和和他们就很深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嗯 你想呃从我呃 叫叫吃东西来讲 中餐西餐我都 来者不聚都可以啊 而且生活都相对就比较简单一点 而且我有一些方面 那边还更喜欢这边啊 你在国内动不动就请 你请我我请你 就要去聚餐去要干嘛呢 这个那个在这边我想 也可能和我来的那个有关系 就是就非常简单 正合我意啊 就是这这方面就是少少这些应酬交际 正合我意啊 普通的老百姓 或者说底藏的人来说 您觉得哪里的人生活 就更幸福一些 你是只和国内比吗 那就不言而喻了 你你肯定是完全是不同的吧 你这是你自己自主的生活 那个是你那个没 你你没有土地吧 你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 你人无叫什么 人无横产必无横制嘛 你这里买个房子也是你的 你在那边买个房子 最多是七十年的产权 那个地还不是属于你的 你怎么你怎么可能有横制呢 你是一个农民也好 这块土地是是你租是国家的 你只是一个承包的 承包的你怎么会合乎你的土地 基本上都是掠夺性的 掠夺性的 我能多惨处点 多惨处点 完了以后 过了承包期是谁 都还不知道呢 能用农药就用农药 能用化肥就用化肥 根本不会去呵护那个土地 这就是我刚才会 人无横产必无横制 它就是个急功激励 这就是造成的 这个制度造成的 人的心理的这种变化 而且一单是制作派 人人都是这样 巧取豪夺 整个投资土地的这种能力 然后投资人的这种信任 这哪有信任 能骗你一把骗你一把 能拖着不还不还 这个完全是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 这个真是太大的不同了 中国的有很多现象 在国外看起来不可思议 比如说 碰词的呀 或者说骗人的呀 有很多人说 中国的这种现象 是因为老百姓 刚刚付起来 还没有钱 但是在您看来 其实是制度产生的这种 对 一个制度就是一把椅子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制度 就是一个天使的椅子 你即使你是个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恶嘛 都有先天的恶嘛 就是原罪嘛 就有这种 有泰兰的欲望嘛 去占有 却都有这种 但是一个好的制度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锁在笼子里 关到瓶子里边 你坐到这个椅子上 你坐在这个制度下 你就能变成天使 就是成了一把天使的椅子 不好的制度 就是个魔鬼的椅子 你既然是个好人上来 你也要这个这个 让自己去干这些这些事情 不然的话 你要出局的 最后这个都变成魔鬼 而且人人这个这个这个 都在敲击 好多人都很多的欺骗 很多这把人性的 恶的东西 全部给发挥出来了 尽量发挥 甚至是在不停的激励 如果是这样的话 把聪明才智全靠的去去捉摸人 怎么去骗人的话 你想着和这个制度有没有关系 就像一把椅子坐上来 要么就变成魔鬼 是个好椅子 就是天使 你看在这里边 早是一起来 Morning Morning 根本不认识人 开个车窗跟你打招呼 中国有吗 你跟打招呼你是神经病 你问Morning你在干嘛 而且你打招呼你是不是又来了 要不是个碰瓷的 要不是要不是是个是个什么 这个完全是不同的 这就和制度 我认为是和制度直接是相关的 你觉得咱们大陆这种制度 能在短时间之内改变 这个我想很难 而且这个这是叫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海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程积累下来 这造成今天的这种结局 当然也有国民的这种 这种自身的这种叫什么缺陷吧 每个人都想自己 你这个面对面对作恶 每个人都想保自己 没有去这个考虑到公众的利益一块都挺身 挺身而出去制止 没有 最后每一个人都不能信念 如果更多像您这种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人来到国外 然后他们把这种新的不同的思想带到国内去做一场变革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这个制度会改变一点 对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底层老百姓更好一点 可能要有契机吧 可能要需要契机吧 你现在你回去干嘛 你回去这整天捅嗓眼 你回去干嘛 那又你的发言的那个 你一弄就封你的号 一弄就 怎么可能就是 现在控制的更严了 您是想移民加拿大吗 有这个想法吧 如果有这种条件的话 也是可以的 做阿尔伯特的农场移民是吧 对 准备在北美待多长时间回大陆 现在还没想想吧 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农场的 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更多的是这种轻资产 不是在于我在那边有多少设备 有多少打棚 更多的就是我们这12年里面花出的钱 就是试错的成本 就是一个想法去验证它 去错错这个路不能走 这个路也不能走 最后走通的话 我们就把它变成专利 那么这些这些技术呢 相比较而言都是在脑子里 是用经验的方式给存留下来 那国内现在包括疫情啊 包括这些那么的话 就是制造了很多的这种障碍 你想出去出门一会儿红马 一会儿划马 一会儿什么东西啊 客户要来也进不来 所以这种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 慢慢慢慢慢慢 我们这种这种经验可能就 就贬值了就消失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不如说国内 你们先捅着嗓子眼 你们先先怒 我们赶紧的趁着他新鲜 赶紧到北美来 先把这些事情换一个地方 别说这个种子烂掉了 赶紧叫它发出来啊 对我来说不是说 我就想找个人来养 我找个制度好多国家养 绝不是这种想法 我也有本事 我也不是什么有本事 也不是说就要找人去 不是啊 是哪个更适合我啊 现在我觉得在北美这块赶紧的 东方不量西方量 那边的这个这个 还在疫情还在封锁的时候 我这边尽可能把这个价值发挥出来 你有没有了解过阿伯特的这个做农场主移民 它有没有一些是英语的要求 如果有语言的要求 您打算怎么攻克 我现在我也在学着英语嘛 但是这个记忆力肯定是和年轻的时候不同了 就是啊 这个能行就行 也有一个后续的安排 心态很平就是啊 没有说啊 非要怎么怎么样 非要怎么样 当然这可能是首选 就是这样 如果这里条件好 我的技术也很好 能带来这个模式 是加拿大政府或者是也喜欢的 那么他们愿意给我个身份 或者是能有一些什么 那就更好了 没有我也不会勉强 只不过现在得到的那个消息就是 第一个是你这个年龄没有太多的优势 第一个 第二个 你这个语言不行的话 可能就是减分的 是要被否决的 或者是干什么 我说那也无所谓了 行我就在这 行对于加拿大人家是一个好事嘛 就是想找我们个人也挺难的 这种有这种技术 有这种经验的人 能把这么好的模式带过来 也挺难 对他们来讲是个好事嘛 而且我把所有的四处成本 我在大部也都 都支付了 拿过来都是现成的 能把很好一个东西拿过来 如果他能认识到这种价值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变通的 我还没了解 能变通的赶紧把我引进来吧 其实年纪还有英语 对于移民来说 因为我们总做这个 其实不是一个大的障碍 主要看就像您说的 自己有没有一些个技术 有没有一些个本事 这个国家是认可你的 你来到这个国家是 能带来价值嘛 对能对这个国家做贡献 带来帮助嘛 你来的是个负担 随着我再说 你再高尚的 人家也要考虑 我平时我白养你 是不是 我这点我很清楚 我很清楚 所以我心态也挺好 你不用我 你不能给我 可能是你的损失 这么好个人 这个花了这么多的成本 在国内就是 这一两千万都花进去 这种四处成本 而且独有的 是孤品 所以说你们不用 不可惜吧 这块还没有一个很具体 因为在了解这个事情 我看您那个鱼菜共生 是吧 很新颖的一个idea 对 因为这个我们也是 从18年就来过这里 就看到这边 为什么选择在阿尔伯塔 就觉得 这里边一个是 比较冷冬天 它比较靠北吧 它比较冷一些 再就是 阳光比较好 中国呢 改革开放四十年 大概有两亿农民都进城了 那么这些农民 具有非常强的 淮乡的情节 他们还是 虽然生活在城市里边 但是呢 还是这个 对于天原的这种生活 有很好的这种回忆和向往 那么但是已经没有 那个条件了 而且那个城市边缘的 这种城市化进程 非常的快 那么这个时候 作为国内来讲 所有的就有一个农家乐 这么一个产品 能够承载这些人的 怀乡的这种 你说到了周末 到了什么假期 跑到农家乐去 湖盆患游 自己家的亲戚 同事 同学 战友 这些 举到一起 这个便便一夜 吃顿饭 回忆 嗨一把 经济是这样 但是呢 又发现现在的 时代已经不同了 从七八年 开始 农家乐出现 现在又 也是伴随着这个改革开放 已经需要一个更新换代的 一个产品了 现在消费的主力军 已经不是五零后 六零后 七零后了 已经转换到八零后 九零后 甚至零零后 用一个简单话 就是说五零后 六零后 七零后 现在的省吃点 用现在的攒的钱 给这些八零后 九零后 零零后来 来花 那么这些年轻的一代 他们的这个这个 消费的这种口味 是完全和不同的 你说你弄个锅炖起 炖一锅鸡 熬一锅鱼 弄个什么柴火 那个那个 已经满足不了他们 他们需要更高一个层次 更美的环境 所以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考虑到 用鱼菜工生这种模式 打造一个既生态 又环保 而且呢 还有美轮美奂的 这么一个美景 里边有非常多的 功能空间 比如说在里边 休闲啊 餐饮啊 亲子啊 这个康养啊 都可以放到这个 这个空间里边 里边就像一个 热带雨林一样 你说这种环境 如果打造出来之后 我们就让 就给它起个名字 叫乡村俱乐部 又有乡村的这个概念 又有俱乐部 大家年轻人 这个这个可以 到这里边做很多 商务谈判也可以 大家来做 serve party也可以 到这里边来 这个这个一起来 来来来用餐 来体验这个这个 乡下的风情也可以 我们这这些年的持续的研发 就引起全世界的这些 业内的注目 他们是对我们这个 非常的感兴趣 没想到说这个鱼菜工生 原来只是想简简单单 就把鱼和菜弄在一起代替 常用的是肥 不 养鱼 这个不用换水 种菜不用施肥 结果 你们用这个生态模式 创造出这么一漂亮的一个 环境来 所以说我们的那个身价也提高了很多 很多的人到我们 中国到外国到处就都去学习 你像中央电视台啊 人民日报啊 也给我们去采访 那报道 山东电 山东卫视什么 都这个这个报道 就是这个明星就开始就起来了 咱们频道也有很多的观众 就是对阿伯特这个农业啊 农场这块投资感兴趣 假如说徐老师 我就是一个对您这个鱼菜工生 非常感兴趣这样一个人 我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或者说说的直白一点 我需要有多少钱才能做您这个鱼菜工生 想跟您合作 跟我合作 其实也不是这个钱也不是给我 是建在他地上 这是他的 可能就是要 他一换成这个加拿大币 我就搞不太清楚这个时候 人民币大概几百万吧 几百万人民币 对几百万人民币就可以了 如果是五百万人民币的话 就相当于大概一百万加密 那是很好了 已经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东西了 没有问题 需要一块地是吧 对 需要有一定的农场的经验 农场经验不用 我们给它做的就像傻瓜似的 是这个不用它那么多 因为我们用的人都很少 很多东西都是自动控制的 不是靠那种对劳动力依赖特别厉害的 我这个年龄也不是说要多少钱要干 要干嘛 跑这里来发财的 66岁的跑这里发财 发什么财 我一再强调要的是生活 不是事业 别人说你是个创业事业 我说我不是创业 我也不是事业 就是一种生活 一种全新的生活 把自己的这种价值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 都能融到这一起来 那个 grant跟者的送资 也许说是更多的 才是更多的